大家好,我是薛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知道吗,威胁我们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大健康杀手 不是令人闻之事变的癌症,而是心脑血管疾病 央视新闻就曾报道过 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总数大约为3.3亿人 每年大约有260万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大约有100多万 这类疾病来得特别危急 一旦身体堵住了,人马上就会倒下去 救治要是不及时,致死率特别高 所以冬天护好血管很重要 现在是深冬已至,随着早晚温差逐渐增大 多地区大范围降温 大家一定要注意护好我们的血管 因为随着气温的下降,人体的气血也会受到影响 中医有一个词叫做寒凝血鱼 意思是当身体受到寒冷清洗后 气血凝制运行不畅导致经络受阻 就是说天气越冷,越容易导致体内血酸生成 心梗,脑梗,这类雨血型疾病会更高发 今天就分享一款一位著名中医心血管专家 国家级明老中医推荐用这一款茶饮 可以益气活血,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堪称是治百病的食疗茶房 很多朋友喝了两个月的时间 浑身轻松,三高平稳,血管通畅 整个人都越来越精神 今天就把这个食疗茶房分享给大家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几个黄脂子 黄脂子是一种很常见的中药材 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功效 它在传统中医药中被广泛应用 并被认为具有多种保健好处 第一,黄脂子具有轻热解毒的作用 黄脂子含有丰富的类黄酮化合物和维生素C等成分 能够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净化血液,提高免疫力,抵抗疾病 同时,黄脂子还能够清除体内的毒素 促进新陈代谢,保护肝脏功能,改善皮肤健康 第二,黄脂子具有去湿力尿的功效 黄脂子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力尿剂 能够排除体内的湿气和水肿 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炉动,改善消化功能 并有助于排除体内的废物和毒素 黄脂子还能够促进尿液的排除 预防和改善尿入感染和结石等问题 第三,黄脂子含有疏干磊气的作用 中医认为脂子具有疏干磊气,消炎,止痛,调节情绪等功效 它能够帮助调节肝脏功能,缓解肝气郁结的症状 比如胸梦,腹脏,情绪不稳 黄脂子还能够缓解头痛,肩脂酸痛等不适感 使人精神焕发,黄脂子我们只需要三个就够了 然后洗干净,用一个工具或者刀直接把它拍碎 这样子煮的时候方便出味 接下来再准备艾斯克左右的绝冰籽 绝冰籽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 被广泛用于中医辅助和保健 第一,绝冰籽具有比较强的清热力湿的功效 它可以通过刺激脾胃的运动 促进体内湿气的排除 改善湿热症状 同时绝冰籽还具有一定的卸下作用 可以通便和排毒 缓解便秘和中毒的问题 第二,绝冰籽还被用于辅助眼睛问题 绝冰籽中富含的绝冰籽分 具有清热明目的功效 可以缓解眼睛疲劳 眼干涉和视力模糊等问题 绝冰籽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提高视力 预防和辅助眼部疾病 第三,除了对眼睛的保健作用之外 绝冰籽还被用于调节肠胃功能 绝冰籽中的圆香带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增加胃液分泌 改善消化问题 它还可以缓解胃部不适和脏气 并有抗溃疡的作用 第四,绝冰籽也有抗炎的作用 绝冰籽中的成分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特性 可以抑制炎症反应 缓解疼痛和肿胀 它还可以缓解过敏症状 比如打喷嚏、流鼻涕等和发痒 第五,绝冰籽还被用于降血脂和保护肝脏 研究发现绝冰籽中的活性成分可以抑制胆固醇的吸收和合成 可以降低血脂、血压、血糖 它还具有保护肝脏的作用 绝冰籽清洗干净 控水拉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5克葛根 葛根是一种很常见的中草药 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 被广泛用于中医药学中 葛根的好处也是非常丰富多样 第一,葛根有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它含有一种叫做葛根素的物质 可以抑制胆固醇的合成 降低血脂水平、预防和辅助高血脂 同时葛根中的活性成分还可以扩张血管 降低血液粘稠度 从而降低血压、预防和辅助高血压病 第二,葛根有抗菌的作用 研究发现 葛根中的活性成分可以抑制多种细菌的生长防殖 对一些致病菌具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第三,葛根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它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 这些化合物可以清除自由基 减轻养化硬机 拿到抗酸脑保护细胞免受损伤 葛根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着再准备20克左右的山楂 第一,山楂具有降血脂的作用 它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和内黄酮化合物 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酸子含量 预防血管堵塞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研究还发现 山楂可以增加胆固醇的排泄 促进脂肪的代谢 有助于控制体重预防肥胖 山楂还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增强抵抗力 预防感冒和感染性疾病发生 山楂还可以调节血糖水平 降低血糖浓度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山楂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养生糊 把这些食材全部放入养生糊里 加入1000毫升左右纯净水 按花茶的键煮15分钟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 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小红 非常感谢 15分钟之后,这道茶就煮好了 特别好喝,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然后把它倒出来杯子里就可以直接饮用 这道茶可以预防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高血糖等慢性疾病 都有比较好的预防和治疗的作用 一般来喝也能够起到预防心脏血管疾病的作用 还能提高我们的身体免疫力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你的订阅,点赞,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